一家7T Pro 深度评测 2019年智能手机行业马太效应加剧 不少手机品牌的用户数量也因此持续走低 不过凭借着只做精品这一策略 一家依然拥有着提高的品牌中实度 第一代一家新品纪念也都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兴喜 今年5月一家7 Pro 正式发布 凭借90赫兹的游体屏 骁龙855加UFS 3.0等亮点 开启了流畅新纪元 顺势称为当时机房时隔小半年后 一家又在今年的10月份发布了新的一家7T系列 其中定位更高的一家7T Pro 同样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 就我个人而言 业界仅此一家的2K90赫兹屏幕足以满足我对这部新机件产生浓厚的兴趣 实际体验之后我也发现这部手机的更多魅力 那种软尾的软硬结合体验 让一家7T Pro 成为当之无愧的粘住机房 下面我们就开启全新的流畅之旅吧 从外观设计角度来看 一家7T Pro 整体设计语言依然传承了经典的一家7 Pro 双曲面玻璃机身为AJ玻璃与多重镀膜形成磨砂面 形成雾面磨砂质感 让一家7T Pro 仍然拥有自家的手感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家7T Pro 仍然能够发现它与前作的一些差异 首先一家7T Pro的背面 新增激光对焦模块 参照时该模块 会参与到对焦工作当中 进一步提升一家7T Pro的追焦速度 另外一家7T Pro的海越蓝配色 虽说同样采用渐变色设计 但比新乌兰更显得配色 也让这部手机显得更加克制内敛 当然 今年的一家7T Pro 仅保留更受欢迎的雾面磨砂质感 这种延续经典的做法 就算为一家在2019年 发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一家7T系列发布会上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刘作弘宣布未来一家手机 将标配90Hz屏幕 全新的一家7T Pro 同样将升级重点 放在了这块90Hz的游戏屏上 一家7 Pro的屏幕参数已经足够优秀 这块由三星打造的OMOLED屏幕 是业界首款2K公元率的90Hz屏幕 它获得了DMA加的屏分 这已经是行业顶尖级的存在了 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家7T Pro 在前座的顶上不断的打磨 将屏幕进步优化 成功实现越级 此次一家7T Pro配备了一块 6.67英寸2K公元率屏幕 对于全新的发光材料 其屏幕对比度又越来的1万比 上升到了40万比 提升幅度非常的虚拔 或者颜值这种全新的材料 让一家7T Pro能够展现出 更加丰富及生动的色态 当然一家7T Pro在屏幕方面的提升 远不止于此 它还配备了一块90Hz的流体屏 事实上等于固定面的不断成熟 为其间计配备一块90Hz刷新率的屏幕 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如何充分吃透 这块90Hz屏幕 让消费者体验到高刷新率的优势 显然在考验各家厂商 在发布会上 一家正式提出发刻脸色率概念 它在硬件以及软件等层面 针对90Hz流体型进行深度优化 创造顺滑美感演绎流畅乐章 首先一家工程师 充分利用一家7T Pro的强大硬件配置 通过重写原生安卓系统底层的性能调动算法 让骁龙85plus的2.96GHz大盒随时带定 确保前台应用可以分配到最强的系统资源 另外一家工程师重新制定了所有关于触控和绘制的优先级 大幅降低滑动的响应时间最终实现了40毫秒的响应速度 比普通安卓手机快了38% 在性能上全新的一家7T Pro同样处于顶级 此次一家7T Pro配备了最新的高通骁龙85plus移动平台 相比于上一代相红85这颗芯片主频高达2.96GHz 此外A640GPU图像处理性能方面也提升了15% 强大的性能表现足以满足日常应用场景以及主流的手游 除此之外 一家7T Pro还标费了当下领先的UFI 3.0闪存 其读写速度更快 在应用启动或加载时带来更加流畅的体验 经过实测 一家7T Pro在安兔兔当中跑出了48万 1950W的重计 这种CPU重计为14万 2228分 这足以展现出一家7T Pro的强大性能 智能手机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手机记录生活的美景 因为这种手机能够帮助我们随手拍出一张出色的照片 近几年各大厂商随分在拍照方面努力 其中也包括一家 相比其他厂商喜欢通过浓郁的色彩套好人们的眼球 一家相机开始偏向于记录真实的生活 此次一家7T Pro采用了后视三摄设计 其中主持上头依旧沿用了十分经典的 48万像素索尼MX560触感器 加上8万像素的长焦镜头 以及16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三摄系统工作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拍照场景了 总结 或许在一些人来看一家7T Pro只不过是在一家7T之上进行一些常规的升级 但是到我们实际使用之后 还是可以发现一家7T Pro的独有优势 解释效果更加出众的90Hz屏幕 依然位于第一期队的顶级性能表现 全新升级的拍照以及极强的视频防抖 都是一家7T Pro的前作的基础上的打磨细点选择提升的一个例子 一家7T Pro深度评测 感谢观看